双打的灵魂所在抢攻 想赢得比赛抢在双打中至关重要 具体来说就是抢高点和抢前点让球从上往下走 使自己形成前后进攻站位 而整场比赛的所有技战术都是围绕这一点进行的 谁先抢到了谁就获得了比赛的主动权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抢攻就是双打的灵魂所在 而很多人打球没有抢高点和前点的意识 所以在场上白白浪费很多主动机会 使整个比赛看起来节奏很慢而快不起来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抢攻的三个要点 一接发球抢攻 从接发球一开始谁先抢到先击谁就获得了比赛的主动权 具体来说就是抢高点和抢前点让球从上往下走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随便起高球 那么此时的站位应该越靠前越好 因为这样才能保证在抢推的时候抢到来球的最高点 当然对于业余球员来说因为你没有应付后场球的能力 因此没有必要站得太靠前 但要有抢高点和前点的意识 二在中前场过度往前时一定要上前抢住千万不要后退 如果你依后退对手回放往前 你就会丢分而后场交给搭档去处理就可以了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谁过度往前谁就负责上前守往 因为搭档很难判断你出球的意图而快速做出反应 所以说最好是自己回的球尽量自己去负责 三当对方被动时一定要上前抢住 因为你的击球点越高越靠前给对手回球的压迫性就越大威胁也越大 而很多人站在原地等球过往后再去接导致击球点很低 这样一来给对手回球的时间就越充裕使自己白白浪费很多主动机会 进攻时前后队员的距离要保持一致 具体来说就是当前面的队员前压封往时后面的队员就应该跟进到中场附近去保护 此时我方的整体队形就向前 这样前面的队员就不怕漏球就敢继续向前压 而从中场去保护往前斜线位置距离也较近 同样当后面的队员在后场进攻时 那么前面的队员应该回到中场附近去保护 此时我方的整体队形就向后 这样既保护了中场空挡又不会漏掉中场拦截的机会 而且从中场位置轮换到后场距离也较近 总之我们在进攻时前后两个人的距离不要离得太远 要随时跟随搭档进行前后移动 这样才能前后持续进攻和互相保护 千万不要一直停在一个位置上等球 学会前后轮换进攻 前后轮换不仅能保持续进攻 还能节省体力 要做到前后轮换重点 在于前面的队员应该在什么位置和什么时机轮换 否则后场的队友累得个半死 也不知如何能跟前场队员轮转换位 接下来重点说说这三点 一、前后轮换的站位 我们以右手持拍为例 当我方在右边路进攻时 前场队员应该是右脚在前面对球网 准备后撤保护右侧场区 而左侧进攻时前面队员就是左脚在前面对球网 因为这样才能更快的启动后撤 二、前后轮换在边路 这是因为当后面队员在边路进攻时 与前面队员的位置正好是错开 这样一来后面队员进攻就可以随直线顺势而上 另外就是后场边路进攻时 同侧场区的空档较大 此时前面的队员应该尽可能的保护后场斜线空档 三、前后轮换的时机 当后面的队员随直线顺势而上接近前面队员时 前面的队员就应该把直线位置让开后撤补位 因为这样可以让后面的队员保持进攻的连贯性 而前面的队员要主动轮换到后场区时 最好是斜线后退 这是因为斜线球飞行时间比直线球更长 比较容易接到 而斜线后退比直线后退不容易和队友相撞